怪手拆除作業進行到一半 大樓突然整棟垮塌 恐怖白色煙塵 瞬間瀰漫天空 現場到處白煙滾滾 土耳其強震救援持續進行 當地時間14號又有9個人被救出 救援人員在廢墟中救出一名女子 受困204個小時後重獲新生 一名77歲男子更在受困212小時後 被救出來 這隻狗狗則是受困超過8天 被救難人員爆出來 遺憾的是她的主人已經喪命 這次地震被救出的生還者 很多都是年紀小的孩童 聯合國估計受到強症影響的 土耳其和敘利亞兒童超過700萬人 離難兒童數量更可能高達好幾千人 世界各國紛紛送暖同時 南韓媒體卻踢爆 自家民眾竟然捐出大量髒衣服和髒襪子 或是根本無法遇寒的夏天衣服和涼鞋 就連老舊電暖扇和沒洗乾淨的電熱水壺 都拿來捐 40噸救援物資中至少10%都不能捐 被堆在一旁準備丟掉 另一方面還沒也實測 沒有抗震性能的建築物有多脆弱 模擬實際大小的兩層樓模型房子 沒有防震功能 若發生中等規模的人為地震 牆壁立刻開裂 混凝土粉末也紛紛掉落 但若是有抗震的模型建築物 就能吸收四倍的地震力明顯穩固 建築物內部也是沒有抗震性能的房子裡 天花板馬上開始一片片掉落 但是有抗震性能的房子還能穩住 沒有物體掉到地板上 可見建築防震功能有多重要 記者綜合報導 土耳其發生規模7.8的毀滅性強震 在東南部的一處橄欄 因此被一分為二 這個長度超過300公尺的裂骨 還將當地整個分割開來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原本是清脆的橄欄 被強震震得一分為二 那麼土耳其當地媒體就說 這個裂縫的寬有200公尺長 400公尺深50公尺 非常驚人 當地居民表示 醒來的時候就像是身處戰場一樣